走路时尿失禁是怎么回事?张宏毅,泌尿外科,主任医师 走路的时候出现尿失禁的话,它往往是发生在中老年的女性 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压力性的尿失禁,或者说是盆腔脏器的脱锤 她的因为这个自身的这个生理结构,就容易出现尿失禁 而且女性来说,有很多这个年轻的时候是怀孕,然后是生孩子 就是经阴道分辨,有很多人就是生过多个孩子之后呢 它这个盆底这个支持结构呢,就会变得松弛,就可能会出现尿失禁 比如说走路的时候呀,搬重物的时候呀,咳嗽呀,大笑呀 甚至就是说是由坐姿改为立姿的这个过程中,它就有可能会漏尿 像这些问题的话,我们要分析具体的情况,看它严重的程度是多少 如果说是走路的时候漏尿比较厉害,一天可能要用很多个尿垫 甚至要带成人尿不湿的话,应该是及时到医院来检查 如果说确实是这个诊断明确的话,应该是及时的手术治疗 当然来说的话,急性的这个咪尿系感染,比如说膀胱炎 这时候呢,我们就需要检查之后呢,明确诊断,然后使用矿生素治疗 效果通常是比较好的 专家提示 一,走路时出现尿湿剂 常见于中老年女性,多属于压力性尿湿剂 或盆香脏器脱锤,需根据患者病情严重程度进行手术治疗 二,急性的密尿系感染,如急性膀胱炎 也可以导致患者短期内出现尿湿剂 明确诊断后,使用抗生素治疗,效果较好